Hello, 大家好, 欢迎来到高杂6, 我是陈小鱼 今期分享Nionia糕点木树椰丝糕 做法非常简单 把买回来的木树洗净它 木树太长的话, 把它切开一半 看到这个白色的圈 它是属于皮的一部分 垂直加一刀 然后用刀去搅开它 慢慢搅, 搅小一点皮, 剩下一个芯就可以了 去完皮的木树是700g 在木树的中间切开一半 你会看到中间有一条很硬的根 需要挑走它, 如果不是很影响口感 把它切成一块块 然后用中大火蒸它半个小时 嗯, 蒸了半个小时 如果用叉可以刺穿它就可以了 700g 木树用70g 糖 还有半茶匙的盐 趁其更热, 用叉压碎它 压得越碎, 口感越松软 再加35g 无盐牛油 这样就会令到它, 又松软又香滑 准备一个盒子, 将久远的木树放进去 接着就慢慢尽量压平 铺到它七成满 最后我会用同西纸的刀刀再次压下去 比它压得实一点 嗯, 已经够实了 就轮到椰丝那层 做糕点, 哪里可以少了芭蕾叶 椰丝250g 椰糖130g 50g 印度黑糖 还有, 准备订生粉水 好, 开始炒椰糖 下51ml 水 放椰糖、黑糖和芭蕾叶 炒溶它 炒到它溶, 直接你看到它起泡泡 就可以放椰丝和半茶匙的盐一起炒 炒到椰丝和椰糖均匀拌在一起 夹走芭蕾叶 接着就可以放生粉水炒到它黏在一起 有些人会加更多生粉水令它更黏 而我就觉得够了 类似的材料就可以了 把炒好的椰丝铺上去 看多漂亮, 多汁 我经常分享南洋糕点 订阅我的频道 有新影片便会通知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